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今天这位嘉宾 不管从哪个意义上讲 都是重量级嘉宾 不敢打 只有太平洋的风才能吹得动你 把咱们胡老师 太平洋的风从台湾把它吹到了北京 你光看他这个形象 徐老师 我脑子里浮现出 要是演电影 这就是一位原住民的老英雄 是不是这造型 不敢打 谢谢你 我当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很高兴 胡老师历史上有这么一号的 因为有人这么讲 今天的华语流行音乐 包括今天的周杰伦 如果追根溯源 追到最根 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 台湾的民歌运动 就唱自己的歌 校园民谣运动 这就是先驱 实际他最大先驱 他是原住民运动之父 我们现在看台湾选举 动不动就原住民原住民这个概念 这个运动的开创者 就是胡德夫先生 所以这个历史地位 不敢打 但是他最重要的 我看还不是个政治家 他是个歌唱的人 代表原住民的声音 而且我一说到老英雄这个话 我就想起 您到我们大陆来 正好碰上了现在最热的一个话题 就是现在千言万语都在说钓鱼岛 昨天日本通过了钓鱼岛国有化 是要签合同 够打 1.66亿 有些中国网友说 太便宜了 这跟拆迁似的 中国人民不答应 之前有一家外资 出资40亿日元 是 结果他们不肯卖 他们说那个外资有中资背景 这个台湾方向 我们也注意到了 这个马英九 也是宣示主权 要跳望钓鱼岛 胡老师您从台湾来 您对台湾人对这个保钓 是怎么个看法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跳望很久了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的跳望 那么从昨天的这个 我在饭店里面 听到就是我们的政府 对全世界宣示这个地方的一个 比较明确的一个 外交部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宣示声明 那么在我的看法 我是觉得 这个东西该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 你不管用钱 用武力 去拿回都是我们的东西 就该我们的 那日本想用武力 或者是用武力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他们 那么你要用钱买这个地方 他们觉得他们有钱 可以买这种地方 那也是个侵略 用武力也是个侵略 那我们的看法是这样 我的看法也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胡老爷子 到北京来 这个有一个歌唱的 大家喝彩叫好 我给你放一下 因为很多人认识他 是通过一首叫做太平洋的风 这么一个歌 他在9月8号 他在北京弹唱会上 这个咱们得跟胡老师宣传一下 发行这个大武山蓝调 对 大武山蓝调 所以我说你光看他这个体量 你就能想到他的这个声音 实际上跟美国那个蓝调 唱铃歌的那些黑人 那些声音 我觉得暗通款曲 所以他出这么一个CD 他在这个谈唱会上有这么一幕 我想一开始给大家放一下 最近回来唱这首歌 又想到钓鱼海 你知道吗 所以 我说 那我当一个台湾的原住民族 这个南开平洋 所有这个一直到复活党 他们的母帝 他们原来的母帝就是Motherland 就是在台湾 是现在最新的 人类学 和最长的学说 就是这样说 那么你声音说都重要 来 他们要的风声 最长的一剑 一伤 最长的一片 火花 最长的一个 故乡 最长的一剑 最长的一剑 我是 这太平洋的风 我徐徐吹来 追过我所有的全部 徐老师 有何听后感啊 那个地方 台东那个地方 直接对着太平洋 是吧 直接对着太平洋 一直看过去 假如看到到 应该就是夏威夷 但是我看不到 因为对我们来说 我们其实是东海 是南海 对吧 就我们大的范围是靠太平洋 但实际上是隔了一层的 他那边就是太平洋的风 这个概念 对对所有的中国人是个很新鲜的 这个理论上我们都是靠太平洋 但实际上不是 是吧 是实际上不是的 就是说台湾啊 也是一个太平洋 主导很多文化的一个目的 是 而且咱们这个胡老师本人 你看他哪个族 他父亲是悲男族 悲男族 妈妈排完族 妈妈排完族 是 但是呢 你别以为他是山里走出来 但是山里走出来 但人家也是台大的高才生 当年 所以叫校园 校园民谣运动 是吧 是 您所理解的这个原住民的歌声 你像我们刚才 张慧妹也是原住民 张慧妹是我们部落的 对 部落的 就悲男族 悲男族 但是你们唱都是用汉语唱的 哎 我从小听到的都不是汉语 就都是用原住民原来的永叹 或者是原住民的话语唱的 那现在还有吗 这样现在还有 但是 我们渐渐在回头在学习这个东西 在我们父亲母亲辈 那那那是很丰盛的 但是 我们既在我们的读题 在我们的讻题 在我们丰盛的 原住民你说起来他的歌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台湾很多原住民的歌声 我们听着就觉得是流行歌曲 好像是很现在很流行的歌曲 你觉得真正的原住民的歌声 是什么样的呢 真正的原住民的歌声要依族类而来去做这个说明 像我们台湾组的话 北南组 大部分的歌曲分成两个 一个是在生活中在工作中涌探出来的歌曲 一个是从祭祀祭典里面产生出来的歌曲 为了祭祀为了天 天跟或者是这个族群里面的这个年过年或者是丰收啊 或者是小孩子诞生的 或者有人过去了 这样子的祭典上面的歌 那就是分成这两种东西 但是都是用远古船上过来的歌 在我孩子里服从的时候 每一个人里面的歌声 你我指尽那条梦 伴聞一提的記憶 早已將我們 靜靜的想葬戀 你一頂一地 日日月月 隨隨年年 偶遇著我 所以您的意思是說 70年代出現的這種台灣的像話歌曲 它的基本的形式還是一個現代型的流行歌曲 不是現代型的 但是你們有意地從原住民的這些裡邊尋找一台 把它追追尋根這樣尋回去 是分成兩個 一個是我們有回去再學習操練以前的 或者採風採以前的歌來傳唱以前的鼓搖 這是一種表達方式 另外一個是從我們的生活工作的歌裡面 從我們熟悉從我們的長者傳下來裡面的 或者我們會唱的這個歌元素裡面 把這個元素放在我們現代創作裡面 它有的部分幾乎像是一種無歌詞的 就是一一窩窩的這樣的 對 那叫做虛詞的湧嘆 虛詞的湧嘆 對 依你的心情而去起伏 而且你覺得它不失譜 洋溢 它不失譜的 就跟交響樂團合作都很難 很難很難 所以很有意思的 我在這裡得到一個聯想很有意思的 就對這種尋根這種原始的開決 它其實是跟現代主義反而是同步的 你要想到它其實